我们来看制造体 制造体呢告诉我们词盘呢是一个可共享的设备 那么在每一个时刻有几个作业可以启动它 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次共享的概念 我们共享呢指的是在同一时间段内 有多个进程可以去访问它 但在每一个时刻内一定只有一个作业去驱动它 不然如果一个词盘可以有多个作业对它进行读写 可能造成多个作业之间读写的数据不一致 都会造成系统的混乱 那么抛开可共享设备呢 我们的词盘如果以信息交换这种方式的话 来分呢分类的话呢 它其实可以属于一个块设备 那么块设备呢有两个属性 一个呢它是一个可寻止的设备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传输速率呢非常的快 那么制造体呢我们还是要记住 一提到共享呢我们要注意看题杆中的时刻还是时间段 所以制造体的答案呢是递选项